本节目由专业瘦身领先品牌绿瘦与补水面膜 使用魔力鲜严联合冠名播出 感谢精品购物指南 OK精彩杂志的精力支持 张亮导师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脱毛了 你们有可能接到泳装的代言 或者是内衣品牌就会有这种要求 你有吗 有 我不想回忆起我脱毛的经历了 我的天啊 一死 从发自类型的跑 类型的叫 救命啊 每一下都刺激到了我最深层次的痛神经 我要哭了 好想抱紧当头毛的时候真的好想抱紧 我是男模里面腿毛是最长最密的 其实我一生都没有叫 我不知道一成为什么会叫的那么大声 我不要倡刺激动 我还是喜欢黑色的 我觉得我的发型还是黑色会更好 对不对也不容易太接受 我还是喜欢黑色 我觉得现在来说 我最强劲的对手是王仁川 有外形 他有身高 就好像韩国偶像剧男主角 还挺帅的 我终于变成 真正的韩白小鲜肉了 我就是中国小鲜肉王仁川 不认识是 挺不高兴的 我说我这个头发展出来 会不会晚上出去的时候是夜光的 说实话有点崩溃 突然变成巴拉巴拉小鲜 我还要站个圈呢 我还拿一个魔法棒子去 你有点像那个罗莉 那造型其实这次的改变有点意思 看上去好像蔡依林 是吗 真的 那你一直就喜欢我是吗 也不否认吧 唯一有女人感觉的就是黄思琪 我看到黄思琪的时候 真的是有种温暖感 这在所有的其他女生当中是没有的 我真不想她被淘汰 我觉得赵周能的发展是最成功的 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正常人 他是非主流 改造后他是正常人 我们是非主流 就很正经 正经了好多 他们都改造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没有敌人 准复 讨厌 我没有敌人 这些人 很高兴 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天哪 我觉得她那个头发真的是毁辣 现在你很帅 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去驾驭得了这个发型 我不希望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很年轻的那种友情 气色很亮 我还是那么帅 还是那么的帅 对 还是那么的帅 对 就是没有很大的改变 是吧 恭喜你的上期获得了最佳用照 所以根据我们中国超模的赛制 在每一个环节 第一名的选手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奖励 赶紧 你有15分钟的通话时间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打一个电话 因为好长时间没有给父母打电话了 一直牵挂了父母 然后父母也很担心我 他也不知道我在这边怎么怎么样了 你还有一个特权 你可以在你的所有队友当中挑选一个 他也将会获得五分钟通话时间 来的中国超模 然后第一个女搭档就是徐梦廷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也是我非常喜欢他 一成 我从之前就说到现在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很好 所以说我愿意把那个机会 你干什么呢 我的父亲他进过监狱 所以说我小的时候他非常的严厉 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在我内心最深处 我很感激我的父亲 我自己平时多吃点啊 你不要老省啊 因为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努力拿第一的 因为一成获得了那个最佳印照 所以他把那个打电话的机会给了我 超级开心 因为想到可以有视频聊天嘛 我可不可以找张大老师跟我一起 跟我见我妈妈 我给你看个人 快看 阿姨 您好 您好 看见吗 张亮 你看见吗 对 我是张亮 对 对 我妈就很开心 她说这个就是张亮 我说是的 对 就是她 反正我在这儿过得很好 我会加油的 你也好好的 好 想你 摸摸哒 我爱你陪着我 你叫他打满水中游 看来各位学员有了新造型心情不错 喜欢吗 喜欢 好 接下来呢 我又要颁布一个新的小小挑战 好 为了让你们适应你们最新的造型 要挑战你们的现实自拍 自拍考验学员们对全新造型的驾驭能力 和寻找最佳拍摄角度的敏锐度 获胜的那个队员不仅可以获得我们 《Make Up Forever》两万元的大礼包 好厉害 自拍打人 还可以 在下一次时尚大片的环节 你可以从一名队员当中夺过五张的机会 比较紧张 开始抓框了 我觉得我是最好的 别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每个人有十秒钟 然后十秒钟限时拍完之后 传给你们的下一个张 谁第一个 难道又是我第一个 好 都准备好 每一次我都是 永远都是第一个 我这么不专意还让我第一个上场 我们现在限时自拍十秒钟 三 二 一 开始 不要拍侧面 拍太多了 拍得更多 还有五秒 四秒 三 二 一 等 保身 慢一点 在计时 开始 十 九 八 我的天 我保身这么慢 六 对 你快点走开 我去 等 三 二 一 一 不忍直视 我一想嘛 不接受也得接受了 都成这样了 我觉得这次改造最不成功的 是黄思琪顶着一头粉色的头 好像在看一个发廊洗头的人 很蠢 很奇怪 不能理解这种时尚的东西 这么傻的呆的 是这样 可以吗 都有了 可以 还骗到人呢 你觉得是时尚的主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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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骗到第二个人 你不骗到 我觉得 她是最容易被刷下去的那个 但是在她这次变身以后 所有人都惊叹到她的帅 她以前就是那种很安静的 都不敢跟任何人交流 就是那种安静的美男子 她好开放的一个造型 前两次成绩全部垫底 最后一名 这次在自拍挑战赛中 获得了冠军 非常的高兴 很开心 学员们 大家早上好 大家好 我今天看到你们很开心 因为大家都真的好好看 做了这个造型之后 我终于变成真正的 韩白酒鲜肉了 今天很高兴给大家介绍 我的好朋友摄影师刘颂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刘颂 中国顶级摄影师 她善用色彩 画繁美剪 将时装与人物微妙地融为一体 今天时装大片的主题是花 因为是美妆片 所以我会离大家很近地去拍摄 你们不但要适应很长时间的彩妆 而且要用最简单的肢体 语言和面部表情完成拍摄 用目光传递点睛之美 全是花的美丽 可是我看到花之后 我真是 真是醉了 它是以 portrait的形式来拍 所以你们每个人能够展示的地方 其实就是大概这一节 所以你们的眼神 你们的手势一定要到位 而且重点是今天的拍摄 每个人只有20张的机会 但是其中你们有一位只会有15张 王仁川 你是挑战赛的第一名 所以你现在需要从所有其他12名选手里面 挑出一位 拿走他的五次机会 王仁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条件的一个小孩 那个选项在我看来 就是要告诉他 你要踩在别人的肩膀上上去 你想好了吗 初天选 贾真真自从做完了造型之后 一直在重复他不想比赛了 他觉得自己的造型不够漂亮 不够完美 我晚上给你做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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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的时尚大片 是大家第一次真正的 会登到一本你买得到的杂志上面 那就是精品购物指南的封面 马上去化妆 我们等一下见 好 拜拜 今天的大片 我觉得对我来说难度不是特别大 最多就是跟花的搭配 还有你的感觉 因为拍美妆大片就是 最主要就是眼神的运用嘛 眼神到位了一切都会来得很快 用目光传递点睛之美 全世花的美丽 本期十三强学员彩片造型 由博士伦蕾丝彩片独家提供 博士伦蕾丝彩片 点睛之美 让美更美 所有的学员里面只有我是全身画彩绘 这到底是什么环 蓝色妖姬吗 我一定要拿到最佳印照这一次 我觉得我赢定了 首先我接到这个发型的时候 全场爆笑的我就不用说了 那可能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去驾驭得了这个发型 我不知道接下来我该用什么样的信心跟方式跟方法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但包括跟市场有任何关系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来面对 挑战赛我垫底最后一名 我就觉得可能我是会走 我看到黄思琪的手真的是有种温暖感 她的那种感觉和她的长相都让我想起了倪萍阿姨 她的造型其实这次的改变有点意思 但是她自己好像挺不满意的 然后心情很柔 我其实有点担心 我真不想她被淘汰 我妈妈对我管教比较严厉 来这之前我没有太多的朋友 而且我从小到大的玩伴都是我妈妈给我安排的 所以我和人相处的时候不太合群 这真的是砸进了面粉 我是一头脑拎去的 你有学校 我觉得我跟你说一个小时的话 我只能听懂十分钟 在这之前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Cosplay 对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一定会让各位很意外吧 在玩Cosplay的时候我也经常去驾驭和我完全不是一种风格的人物 我有这一双看穿一切的眼睛 她不像一个人类在跟你聊天 每次她跟她跟她很正常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她会突然就跟你聊到 比如说你先吃饭了吗 她会给你回答 拔剑吧 拔剑吧 少田 拔刀吧 人类拔刀吧 拔刀吧 这种感觉 我的天哪 什么东西 你在笑我吗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对我今天的妆容跟服装其实不是特别满意 因为我觉得有点像唱戏的那样 对对 你嘴唇放松很好看 特别好 我觉得李雪就是一个先天条件很出色 然后又懂得在镜头面前表现自己的一个模特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拍美妆大片最主要就是眼神的运用 眼神到位了一切都会玩得很快 好 谢谢 很出色 我觉得非常喜欢她 都直接可以当做一个化妆品牌的广告了 我觉得今天的妆容李浩平非常好看 缠了几多小花 我觉得很性感 在上周的挑战赛里 我的发型成为了我失败最大的因素 这张照片真的 你所有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了 我今天对于我的发型非常满意 让我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大的 让我一夜之间长大了 准备好了 我们要开始拍了 其实我刚刚在台下已经想了很多动作 李浩平她的外在条件还不错的 就是对我来说最容易拍出片子的一个模特 你的那个花的元素是用得最好的 看来这是有戏的 可以了 每次都拿点子 我觉得我这次我想拿过来 第一张就挺好的 我这次拍的就是为了第一名来的 因为我上次我已经说过 我不拿第一我是不会去拥抱熊戴林老师 老师 我觉得这一次的成绩对我来说是一个失败 我希望在我拿到第一名的时候拥抱 我要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拥抱熊戴林老师 对 很好很好 感觉我只能说是非常的棒 刚刚那张挺好的 拍的每一张片我觉得都是OK的 超赞 所以我相信这次我可以拿 好 发文想象力给我一个 这才没有了吧 最后一张 OK 我觉得在今天大片拍摄当中 妆容最初跳的这应该是刘贤夏 这个妆容上去 无论你怎么样表现 它都不会差 而且相当棒 我觉得他们的造型就是给我一种很惊艳 为什么 我觉得它好好看 当刘贤夏做到了灯下面之后 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美 这姑娘 你觉得现在放松的状态很好 你不要停下来 那张片很上性的 但我希望她的作品可以拍得比较这么好 因为我可以自己加分 平常的时候摆那种姿势的时候 肯定会被我妈揍的 说不要驼背 非常好 非常好 第一张拍出来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美 我看好她 对 现在这个眼神很好 每张都很好 每张都很好 我觉得我都不用怎么指到她了 我觉得她物性非常高 而且她自己就是那个肢体 是非常非常懂的 你特别适合有一个就是看着我 然后欲言又准备讲端话的那种表情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好 谢谢 好 特别好 我觉得现在进步很大 李永老师 拿第一好像有点悬 估计要跟她拼一拼 我现在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帅的一个男人 怎么样 我觉得我现在身世多了 太娘 太娘 我的天 我都已经面成这样子了 我还还是我娘 我真的是醉了 你现在脸上已经画着花 所以你不能太娘了 真的 对 你先教她放松 对 你需要放松 你不要在意有没有人在拍你 对 没错 嘴可以微微张一点点 对 好 手上好 这一次的摄影老师 真的很棒 很棒 赵卓能给我的印象挺深的 酷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作为模特外在条件最平衡的一个 拿最后剩六张了 给我一些不一样的 好 谢谢 邓天龙今天的造型就很像一个什么韩国欧巴之类的 就是长得好看但不像一个实装模特 你的状态看起来有点要睡着 好 你是没睡好吗 可能我不太适合这个发型 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呈现出来的效果 是很直接的 也很直白的 就是这样的现在的一个状态 稍微有点情绪吧 好 不知道今天他就给我一直一种没有睡醒的状态 一开始我拿了树枝然后不合适 换一个吧我不喜欢那个树枝 又换了鲜花 然后发型不合适 我不喜欢这个头发 换了发型然后 我要把他脸上那些泥粉擦掉 卸了妆又换了鲜花才开始拍 非常好 非常好 王仁川给我印象的就是 条件非常好作为模特 他的手还是不大对 我觉得不然我来帮他拿花吧 这个好 刚才那张特别好 有了 好 眼神 从第一张到现在没有变吗 黄思琦态度 眼白太多 不要 不要 拍他的时候发现大概一半的照片 眼白太多 我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我找不到他的焦点在哪里 好 这次拍片我是非常有自信的 如果说切我脸部的造型的话 相信不会输给任何人 眼再测一下 对 测来很美吧 多一下低着头看我的眼神 对吧 可以了 眼睛有些眉神 一想到拍照的时候放手 我就特别紧张 我一紧张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太呆滞了 这不是你拍照的水平 他说我的目光呆滞 然后我就幻想 我对面是一个花园 我的男朋友就站在那里 然后我的状态就一下回来了 很好 很好 OK 谢谢 你就是坐在那儿 整个画面就很好看 所以你不要太僵硬了 听完露西亚老师 跟我说完这些建议之后 我就整个人放松放松放松 因为我希望拍出的照片 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这张好 OK 我叫徐梦婷 今年十八岁 来自浙江海宁 我的优势是接受能力比较强 肩膀有点弯 这边再低一点 这边再低一点 好 现在又弯了 再正一下 这边再高一点 好 现在又弯了 很正 水平垂直 头部要往后仰 嘴 嘴完全闭上 眼睛要有神 面对它我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几天就是 这样的工作下来 我身体很累 然后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 然后我早上起来说感冒了 特别难过 你自由发挥一下 你再给我点不一样 我虽然当时很讨厌我的发型 但是我绝对不可能 染了这次发以后就走掉了 我不可能在这次就被淘汰了 我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好 贾珍珍拍这个 首先她皮肤上的肤色 是有一定劣势的 因为她太黑了 她的衣服领可以动吗 是可以扯下来的吗 你不要自己又用那种姿势 在那边扯好吗 贾珍珍 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 古灵精怪很有趣的女孩 我希望拍她的时候 她给我很多 我意想不到的表现 贾珍珍 刚刚摄影师问我 你是来搞笑的吗 我当时很生气 然后我看见摄影师 我就觉得很不爽她 非常不爽 为什么用说我是来搞笑的 你只有15张 你机会不多 我需要别人多一点对我的鼓励 而不是说说一些那种话 我会变得更没有自信 那自己在做全程中 我会变得更加深 你刚刚的摄影师问我 你会是来搞笑的吗 手在往上拖 眼神 眼神 快快快快 摄影师他就一直有跟我讲说 眼神里面要有东西 但是因为我当时 一直在想她说 我是来搞笑的吗 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 眼神里面没东西 就是让我很失望的 他可能理解的有误 或者怎么样的 无论我跟他说什么 他表现还都是一样的 醒来 想的太多 什么都没了 但是我当时就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在里面 我不知道要做出什么样的表情 我们再拍一张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如果真的多给他五张片的拍摄机会的话 我想未必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要求 祝他好运吗 好